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余主要股只是起起走低 好在油价的进一步走高 推动了每股三大指数小股高开 随后继续上扬 倒指占上了18000点大关 在早盘公布的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4月份的这个职位空缺数量 是再次回到了历史纲位 实际值为579万 较3月份的576万增加了11.8万空缺 而招聘人数则是从529万下降至509万 虽然职位空缺给市场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但是户主似乎很难寻求到合适的员工 在大冲商品方面 油价格也走势平稳 盘前突然冲高 WTI清智原油期货价格 冲破前期高点每桶50.92美元 占上每桶51美元 随后ERA原油库存数据显示 美国6月3日当周原油库存下降322.6万桶 好于预期的下降313.89万桶 但是汽油价格的意外上涨 让油价短期内沉压跳水 不过原油库存的下跌 最终还是令油价回到高点 油价走势跌宕起伏 也令大盘随起 一波三折 标普道指进入宽幅震荡 纳指甚至几度翻红 但是油价下足后又再度上扬 目前已经占稳每桶51美元 金价今日涨是格外强劲 从昨夜就开始上演单边上涨的行情 现在已经突破每样司1260美元 相反美元指数则是大幅走低 一度突破94.50点 各国消息方面 根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网络电子商务巨头 亚马逊的CEO今月宣布 印度是公司业务发展最快的地区 因此公司要在印度增加30亿美元的投资 此投资已经完成 亚马逊在整个印度的投资总额 将超过50亿美元 此外亚马逊还将于今年 在印度开设网络云服务的业务 出到这个消息推动 亚马逊今日股价上涨0.54% 零件收盘时报727.66美元一股 全球领先段安全电子支付解决方案提供商 Verifone发布了第二季度财报 第二季度经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为0.47美元 低于此前预期 第二季度经调整后的营收为5.32亿美元 略高于此前预期 公司在第三季度的财务展望中 将调整后的每股收益定为0.40美元 第三季度营收展望为5.15亿美元 此外公司2016年财年 全年每股收益展望为1.85美元 远低于此前预期的每股2.33美元 全年营收展望为21亿美元 也是越低于此前预期 业绩已经发出 几大投资公司均将Verifone的评级下调至中性 或者持股张望 经济受到业绩影响 Verifone股价大跌29% 达到了52周以来新低 临近收盘时报20.02美元一股 美国珠宝及手表零售商 西格内透珠宝的CEO经济宣布 以每股86.22美元的价格增持2897股 与此同时其董事长以每股86.25美元的价格增持3480股 此外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均给出公司股票较高的评价 有11位分析师给予其买入的评级 5位分析师给予其高于市场的评级 有一位分析师给出持有的评级 受到这个积极消息的影响 西格内特股价近日上涨4.19% 临近收盘时报89.50美元一股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股收盘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